什么?莲花楼?竟然还有第二季?你敢信?莲花楼大结局李莲花根本没有死,仔细看就能发现,其实剧板已经悄无声息地埋藏了暗线。 狄飞生手筋脚筋进断,他本想用自己的背风白杨自救,结果差点嘎了。 好在李莲花用扬州慢救了他一命,狄飞生不仅活了过来,并且武功大增。 因为他从曾说过,筋脉寸断才能死而复生。 破后而立,死而复生,狄飞生至好伤后,反过来把背风白杨心绝交给了李莲花,有了背风白杨又有杨州慢,两者结合就是解药,这一一杨正好对应了忘川花。 虽然李莲花给方小宝留信说已死,可他曾经就是用这个方法骗过了乔婉免。 并且番外里说的也是两年后,李莲花隐居在柯错村,这一切都表明了他还活着。 李莲花改名为李莲叶,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小餐馆,老板厨艺不咋地,每份菜却还卖五两银子,平时门客很少,也只有有钱人会来。 闲暇的时候,李莲叶坐舟,救济救济附近的贫苦穷人,回到家就娇娇花喂喂狗,再研究一下新的菜谱。 周围的媒婆看李莲叶相貌堂堂,年纪也老大不小了,就给他介绍了好多士林的女孩,可都被李莲叶拒绝了。 唯独一位叫乔梦怡的姑娘和她投缘,她自称家里贫困,流浪至此,李莲叶见乔梦怡身世可怜,就收留了她。 两人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,梦怡也非常勤快,不是端茶倒水,就是洗衣擦汗,李莲叶被搞得不知所措,差点心动,可她毕竟不是那位故人,曾经的爱情也早已逝去。 每到夜晚,李莲花就戴上白色面罩,行侠仗义,近来听闻方多病有威胁,就已经做好出手相救的准备。 白衣男子仅凭一招就把坏人打得落花流水,而醒来的方小宝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熟悉的房子里。 没错,这就是莲花楼,她终于再次见到了师父李向怡。 曾顺兮打死也没想到,行侠仗义的方多病,居然被自己演成了全剧最大怨种。 曾顺兮演完方小宝,估计得连夜下载反债啊。 明明方多病是武功高强的艺人,结果新颜子却是富庶,就这还要去勾搭李莲花。 开局就被迷晕,她跟谁交朋友不好,非得跟李莲花混,几句话就能把方小宝忽悠的连底裤都不剩。 方多病但凡给自己留一个心眼,也不至于次次都被骗。 明明破案的时候脑子转得贼快,可碰上李莲花,这智商立马降为零。 本来方小宝用一块天外云铁试探李莲花,眼看着差点就要问出来了,但只要李莲花否认,她立马化身为墙头草。 最搞笑的是,她还要带着李莲花和阿飞去找李相仪和嫡妃生,真是笑不活了。 事出反常必有妖,可方小宝就是毫无缘由地相信李莲花,本以为拿了大把银子可以买好多好吃的。 谁知这只是李莲花想抛下她的一个套路,修钩小宝在线委屈。 幸亏导演开窍,看小宝一直被骗于心不忍,所以连夜给她加心眼。 就拿方多病带李莲花看病那场戏来说,不管李莲花如何舌灿莲花,方多病都不相信,甚至直接说出真相。 好家伙,这一下子便聪明了,难以接受的是观众啊。 方小宝,李莲花的日抛,即便次次被抛弃,她也没有真正地记恨李莲花,反而能想到李莲花是为了救她,才身处危险之地。 虽然曾顺兮演活了这个阳光快乐大男孩,但这绝对不是她演技的舒适区,而是她的统治区啊。 26岁的曾顺兮出道十年,未来还有四部带播剧,云秀行李,她是单纯而执着,害怕孤独的国王子刘辉,在遇见红秀丽后,被她的智慧和努力打动,最终赢得天下报得美人归。 孤周李曾顺兮是《学长回国》的顾义忠和张颂文搭戏。 云之语忠他又化身为让人一眼沦陷的雪童子。 目前和谭剑刺合作的《烈罪图鉴2》也正在拍摄。 这么多精彩的好剧,都不知道先看哪一部了,如今曾顺兮真的是在走花路啊,超级期待他主演的电视剧播出。 王楚然在《人间烟火》里被拳网黑,王赫润却凭借莲花柔咖位飞升,为啥封批反派,比可怜女主更惹人爱。 王赫润没火出圈以前,很多人说她是王楚然的代餐,其实王赫润比王楚然早出道三年,并且俩人的戏路也不一样。 王楚然在《人间烟火》里饰演许沁,明明是遭遇不幸的可怜人,但他却凭借一碗白粥忽视了养父母的照顾,孟燕辰认真挑选的车子,赴文英夫妇十几年的养育之恩,结果就被宋燕一个锤子和灭火器给打败了。 而王赫润虽然饰演了封批并交反派角力乔,但他却得到了全网的一致好评。 角姐很辣但实在美丽,虽然做是封批,但她的理念是,男人能做到她也可以。 知道角力乔是个封批,但没想到她还是个顶级恋爱脑,为了嫡妃生甘心付出一切,可惜老大只想和李相仪比武,心思完全不在她身上。 无奈角姐只能靠着文摊衣服味道,来缓解心理的苦闷,就这么霸气又欲解范十足的角力乔,谁看了不迷糊啊。 角姐不仅想娶了阿飞,还想把李莲花一并娶了,这波操作属实牛。 当初莲花楼愁拍时,角力乔一角可是愁坏了导演,即便王赫润被制片人亲情推荐,但知否李华兰的印象实在让人深刻。 一个传统的盛家大姑娘,即便嫁出去也是受尽婆婆刁难,华兰性格温和,内敛稳重。 让王赫润来演这个反差极大的角力乔,导演还是有些许担忧。 谁知这姐换上红衣随便一笑,风批气场直接震惊导演,追完莲花楼的联络人们,谁不承认王赫润眼活了这个角色,请把王楚然的资源都给了她,谢谢。 请订阅点赞,订阅点赞,计计方式。